第六章,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慎一日的付诸行动 他为了实现1915年的21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 这使扰扰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 新文化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 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 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 段祺瑞既袁世凯而当权,其滋望实力不如袁世凯 而专横跋扈,则输不少训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 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 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民意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 段则企图在这一民意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 1917-18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 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 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彼博不愿欲文 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 不寄予甚大的希望 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 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 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 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1918年5月7日,刘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刘日学生罢毒归国的事件 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 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 5月年1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截对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 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21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 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 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 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成 四个代表不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术语,大伙儿也就跟着吵回走 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呗 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龙珍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 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 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地指出 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 爱国热情顾比不上流日学生 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龙珍也大有逊色 这种说法谱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 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大体有三种看法 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 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 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 救国才有办法 第二,最新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 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 第三,一般激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 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 同学们往往成群地聚集在寝室里,辩论着问题 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 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 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 救国高于一切 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极尽的无政府主义者 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 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 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 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介意一事伸手,登高一名 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 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 多数是北大学生 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 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 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 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 这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 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 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 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分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 大别之可分为三派 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忠凡 黄建忠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化文 二是激战半数的调和派,以亦可宜为代表 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 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 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 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极尽派 我和许德恒常是这派的发言人 找门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地为他服务 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分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 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 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 同时与吴正福主义者黄灵霜,欧生白等同学也来往叫密 中文版的吴正福主义书刊,如《克鲁炮特经》,巴库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 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 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忠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 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 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 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 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 而偏重于社会改造意图的人们 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 公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 但它的成立,却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 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 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 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 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 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从事街头讲演 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 攻击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 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 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 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 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平民窟 查询平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 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 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 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 这组织还决定 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1918年11月11日欧战结束 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 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功力战胜强权 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 并将克林德碑拆毁 以至中央公园改为功力战胜碑 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 也曾为之兴奋 强权及功力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 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 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 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 劳工神圣 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 庶民的胜利 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 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 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 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1919年1月18日 拿尔赛和会开幕 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 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 无割地的和平理想 并于1月8日向国会演说 提出有名的14点主张 强调民族自觉 当时中国一般青年 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 十分敬仰 一致推崇 美国又赞成 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 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 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 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 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 和会根本不加考虑 取消日本21条的要求 也未被列入议程 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 4月中旬 由和平条约156、157及158等三条规定 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 完全转让于日本 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 但为势所迫 抛弃了 他对中国的诺言 也公开妥协了 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 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在巴黎和北京 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 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 企图使北京当局 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 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华 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 美梦方绝 一致认为 世界上那里有什么功力 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 以别无他途可循